小伙伴们好呀 我是美丽与智慧齐飞的花季少女娘子 今天娘子要讲的是一个只要你善良有爱心 就一定可以找到女朋友的电影向阳出的她 从前有一个善良的小男孩 有一天小男孩和弟弟跟着妈妈去一个岛上玩 在大海边的石缝里 她发现了一只小猫 于是小男孩用尽全力在长潮之前救出了小猫咪 并且把自己的护身符挂在了小猫的脖子上 可是一转头小猫咪就抛弃了她 回到了主人的怀抱 小男孩长大了之后 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男主关谷君 像所有大林单身狗一样 关谷的日常就是上班迟到 喜欢的女孩要结婚了 上司不开心就拿她出气 家里还有一个不求上进的弟弟 直到这一天 关谷去一家内衣公司洽谈广告业务 凭着温暖的阳光 一个犹如天使般的女孩出现了 哇 可爱 有了 辛苦了 他叫百合 莫非他就是我失散多年的轻生轻生出炼 原来十年前关谷班里转来了一个可爱的妹子小百合 在转学的第一天小百合就对关谷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 之后的日子里 沙里沙季总是考零分的小百合成为了班里女生欺负的对象 关于百合是被收养的事情也传得沸沸扬扬 而关谷也成为了百合唯一的朋友 为了维护百合 关谷教训了欺负百合的女同学 却因此被全校学生孤立 还被叫了家长 没过多久承受不住压力的关谷就转学留下了百合一个人痛哭流涕 关谷 别怪娘子我没有提醒你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啊 现在尴尬了吗 长大后的百合是如此的优秀 漂亮 知性 身边还有一个爱慕她的高富帅上司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教训 找女朋友要趁早啊 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伤杯 抛弃女朋友 长大就当狗 现在就算关谷对百合朝思暮想 努力为百合争取广告合作 百合也肯定不会喜欢 那个说不定他也喜欢你了 对吧 所以还是要持之以恒 坚持就是胜利 因为伟人就是胜利 没有吃不到的白菜 只有不努力向前拱的猪 确认过眼神 狂甩过嘴唇 两个人就进入了热恋模式 回忆一下儿时美好呀 拉拉小手呀 卡卡星星呀 速度广播体操呀 去小时候去过的岛上压马路呀 冷冷的高粱在脸上 忽乱的拍 嗨 不想吃海带影塞 在相处的过程中 关谷也发现了关于百合的一些小习惯 比如百合翻栏杆的身手很敏捷 比如百合喝咖啡特别怕烫 再比如百合就像一个小孩子 总是对车窗外的风景充满了好奇 很快 百合就带着关谷见了自己的爸妈 面对不同意这门亲事的老丈人 两个人灵机一动 就私奔了 结婚搬家秀恩爱 一气呵成 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冷冷的高粱在脸上忽乱的拍 单身高受到一万点伤害 正当两个人沉浸在幸福之中时 百合的身体忽然出现了奇怪的状况 比如手没有力气握不住杯子 总是健忘 早上起来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 这 这难道是绝症梗 可是关谷带着百合去医院检查之后 医生却说百合非常的健康 不过百合很可能小时候受到过某种刺激 才会出现现在的状况 这时关谷想起了第一次和老丈人见面时 老丈人说过的话 他说百合是15岁时他们收养的 百合当时丧失了所有的记忆 于是关谷又一次找到了老丈人和丈母娘 终于得知了关于百合的身世 原来当年老丈人发现百合的时候 百合浑身赤裸的一个人走在马路上 并且丧失了所有的记忆 连年龄都是医生根据骨骼和智商推测的 之后他们收养了百合当做自己的女儿 之前反对他们的婚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他们也不确定 百合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刻忽然消失 关于百合在那个寒风瑟瑟的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再提及 或许这才是百合心里最大的伤疤 百合的过去让关谷心痛不已 可是他也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才能治愈妻子的伤痕 而百合这边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糟 甚至在公司拍摄现场晕倒 一直暗恋百合的上司送他回家 百合却让他把自己送到了关谷小时候来过的江之岛 百合说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家 所以百合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他真正的家为什么会在这座关谷小时候来过的小岛呢 这时上司在百合坐过的位置捡到了一个护身符 这个护身符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这 这不是开头关谷小时候送给那只小猫的护身符吗 此时的百合已经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 找到了那个关谷小时候遇到的小猫咪的主人 一切的遗团在这一刻终于真相大白 对 没错 百合就是关谷小时候在海边救的那只小猫咪 什么鬼 你也说了宅 我也说了宅 对 没错 百合就是关谷小时候在海边救的那只小猫咪 为了报恩变成了人类 用短短13年的寿命等待着于关谷重逢的那一刻 他赤身裸体被发现的那一天 就是他变成人类的第一天 他敏捷的伸手 怕烫 对身边的事物充满好奇 这些全部都是猫咪的特征 而现在的他已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死后所有人都会失去关于他的记忆 百合怀着对关谷浓浓的爱意来到这个世界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十年他有多努力 他努力学习 努力考上东京的大学 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以优秀的样子与关谷相遇 可是他的生命只有13年 他不能和关谷一起去旅行了 他也不能和关谷生宝宝了 他只能拖着虚弱的身体 等待着自己消失的那一天 这时百合的上司找到了关谷 他把捡到的护身符还给了关谷 关谷这才隐约的发觉 事情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当亲眼看到百合从顶楼纵身一跃 救下坠楼的孩子的时候 关谷才彻底的明白 自己深爱的妻子并不是普通的人类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百合像往常一样出门 关谷却忽然意识到 百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他发疯似的找到百合的公司 但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百合 当关谷从百合主人那里得知了一切 他终于在他们初见的那个海边 找到了等待消失的百合 他们一起回到曾经的学校 那里有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回到了那个他们曾经接吻的草地 生命仿佛是一个轮回 在阳光下 一切从这里开始 一切也从这里结束 百合消失了 带走关于属于他的所有的记忆 关谷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工作 只是在喧闹时听到那首熟悉的歌 他好像依然能想起他曾经失去了一个无比重要的人 依然能感受到那种追星的痛 直到樱花再一次开放 关谷又一次遇到了那个比阳光更加耀眼的女孩 故事也终于迎来了圆满的结局 我们相遇 我们重逢 我们私奔 我们在一起 我最大的幸福 就是每天早上起床 可以看到你 可以在午后枕着你的臂膀 看你读书时候的侧脸 当我成为你眼中的阳光 你也像阳光一样照亮了我的人生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 可是 温暖的相伴 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我是疯的娘子 爱你没有摸摸哒 我想 爱他天荒地老